怎么样来选择好的顶箱柜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点出发 通常来说 选红木家具 行财易运这几个点 那么我们要一个一个点逐渐来攻破 说到行 对于顶箱柜来说 一直都是这种重规重矩的 四四方方的大底都是如此 除非说心中式的 或者说完全定制的 但对于这种四树柜的顶箱柜来说 基本上都是这种 不同的是里面的一个构造问题 我们做的这一种 是这种中规中矩的 也就是一边的柜体里面 有两块活动的层板 可以叠放衣服 上面也是配置有挂油杆 如果我们要悬挂的话 那么直接把这两个层板 给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而在另外一边 那就是一个锤挂区域了 就是这一根挂衣杆了 这也是传下来的这一种四树柜 材是指材料 一个是指它本身材料的材质 那么第二个材呢 就是材料的用料大小 第一个就是说整个的 像我们用的这一种 它是满测的国标红木 玛丽庙的四位子坛 所以这一种它本身木头的颜色 是属于红褐色 我们不用去做油漆 不用做颜色 保持自然的一个本色 而直接打蜡就可以了 西新的青可能发现了 我经常给大家说满测的是国标红木 四位子坛的玛丽料 那么也就是说我任何一条料都是玛丽料 哪怕是说钢比亚的料 它是国标红木的四位子坛 但我也不用 因为钢比亚的料它偏黄偏白 钢比亚的料呢 它跟玛丽的料来相比较的话 它的比重没有那么高 颜色没有那么深 那么还有就是它的稳定性呢 要比玛丽的料要差一些 所以通常来讲 我一直给大家强调 满测纯正国标四位子坛的玛丽料 也就是说我们用的 不是三个产地的混用 而是用单一的一个玛丽的木头 说到材 那么第二个点就是材料的大小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整个顶箱柜的一个立柱 立柱我们用的是5乘以5 也就是说5525的它的一个方料来的 因为我给大家强调这个是5公分 很多的人就怎么做法呢 这个前面是5 而这个边上的就用到4 甚至用到3.5 但其实对于这种大的 它又厚而又宽的这种顶箱柜来说 一定要用到5乘5的料才不容易变形 这个是必须它的支撑位要够 那么其次的话呢 我们经常给大家说的这个门方料 门方料我们也是用的5 这样子的话 它对于这么大板面的才能hold得住 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 也就是说门它不容易变形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 既然顶箱柜作为家居当中非常大的大建 所以它从价值也好 还是说它能够值得我们珍藏的这一方面来说 独版的顶箱柜 它肯定是要高于拼版的顶箱柜 这无可厚非 不用质疑的 其次呢 像我们这一种是一目八开的顶箱柜 也就是说你看所有的都是取自同一棵树 那么这样子既有价值又有颜值 这就是我们对于顶箱柜的选择来说 对于材方面要注意的 一是材质 二是用料的大小 这个是我们要考核的了